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说起泰国 一般我们都会想到人妖 佛像 大像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国家 也是一个很让人们向往的国家 这里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民俗禁忌 但是说到关于汽车文化 应该很少有人对泰国的汽车文化了解 泰国几乎是整个东南亚改装车的天堂 它和英国一样的社会制度 行车时事靠索 并且是以改装车文明全世界的 整个市场上日系车占比高达80% 追其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实惠 车身小空间大 而且能够在泰国狭窄的道路上行驶 其次就是日本对于泰国的扶持 所以泰国人民是属于日系车的忠实粉丝 除了日系车 欧美的车型很少 宝马奔驰还是有一部分 但像奥迪就很少了 大众这类车几乎是看不到的 但是皮卡车却满大街都是 至于它为什么是改装车的天堂 其主要的原因还是泰国的法规有关 对于改装汽车管理是非常宽松的 据了解 就算你是刚买的新车 你也可以随随便便更改发动机 而且不限制是否同款车型的发动机 这完全可以自由发挥 只要是这些物件的来源合法就行 别是什么偷到来的 就能随便你怎么折腾怎么改就行 虽然它的改装环境非常有优势 可是泰国人民还是没有多少高强度的改装 大多数的还只是简单的改装或者更换轮胎 像装鲍鱼卡钱或者是贴满镀铬条而已 因此在泰国的大街上 你会看到很多的改装车 这些改装车不只是私家车 是连出租车都是改装的 非常的酷